大家好,我是你们,喵哥 前段时间,喵哥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保险改革之后 如何去选择保险,如何去买保险 你们要问到很多这个问题 就是车损险到底要不要买 哪些人可以不买车损险 今天,喵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告诉你们哪些人 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买车损险 不要去省 因为一旦发现交通事故的话 你会发现你一次事故的花费 可能能够顶上你这个十年的保险了 第一种情况,还在自保期之内的新车 尤其是在三年自保期之内的新车 建议大家最好选择车身险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自保期之内的新车 假如说这个装化了出来交通事故 现在一部分都会选择去4S店维修 大家知道4S店的价格 其实比外面维修厂的价格能够高出不少 所以说你有车身险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减少你自己的损失 第二种情况,车价高于25万 车龄在6年以内的车子 建议大家最好买车身险 因为一般来说车价高于了25万的车子 即使一个保险杠刮秤一个漆面 可能弄下来都得好几百 再加上拆装弄下来1000多了 所以说有车身险的话 用车开车就会更放心一些 不然的话随随便面一个刮秤 弄下来就是这个1.000 去修嘛,漏腾不修嘛 感觉这个车子好歹也是几十万的车子 而且在6年以内的车子还比较新 气面也比较好 感觉心里面很割硬 尤其是假如撞到了一些设计安全的部件 比如说一个大灯撞裂了 一个大灯弄下来就得好几千 对不对 所以说建议大家最好还是要考虑买车身险 第三种情况就是BBAZ的豪车 由于这些豪车它这个零配件维修都是比较贵的 所以建议大家最好还是要买一个车身险 不然的话真的修起来很漏腾 第四种情况就是不论你的车铃有多长 有一些技术保密的车子 像比如说沃尔沃 它的电路就涉及到这个技术保密 所以这种情况你要是车子发生了这个损毁 基本上就只能去试试验修 价格就会变得很离谱 配件很贵,公司费也很贵 算下来的话你就会很漏腾 这种情况一定要买车身险 第五种情况就是车子上的电子配置非常丰富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车子配了低级别的就自动驾驶 前面的引擎盖配了行能保护 这些电子配置丰富的安全配置丰富的车子 建议大家最好能够买车身险 因为你回上老家在弦传道路上碰到一只鸭子 给你转一下 你的引擎盖都能弹起来 弹起来之后这个引擎盖摁下去就得三万块 第六种情况由于车身险里面涵盖了玻璃险 道墙险智囊险等等这些东西都直接涵盖在车身险里面去了 假如说你的用车地点先对不是很固定 喜欢开车自驾游喜欢到处跑这种情况 说不定开到外地第二天起来发现车子不见了 所以建议大家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要加一个车身险 即使被水淹了车子丢了或者玻璃跑高速被砸了 都可以获得理赔 好了大家根据以上几条对号路座 基本上你就清楚了 你的车子到底要不要买车身险 如果大家觉得苗哥讲的实在 对你有帮助给苗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